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是因为孩子放假 是因为这个每天的那种寒冷的感觉 对 太冷了 今天早前您不觉得吗 不会 今天没有 我觉得这个周末会 刚刚过去那个周末会比较寒冷 尤其是星期六的晚上 明显的感到真的是挺冷的 冬天的感觉 是 那么在今天的南岛部分地区呢 都会有降雪 有好也有坏 我们也知道了有一些行业 确实是因为季节性的关系 是这个雪下得越大 越开心 可能他们就越兴旺 是 所以说我不知道正在收看或收听这个节目的朋友们 大家这个时候起来的吗 还是已经在这个路上呢带着孩子 可能是到这个Mountsboro Pay 或者是Fakapapa 这些滑雪场 要不然就是经济条件许可的话呢 就是到南岛滑雪 南岛滑雪真的是蛮贵的 是国际的价格 我昨天看了一下皇后镇两碗是一千来块钱的房价 真的是蛮贵的啊 OK好那无论如何啊 开开心心的啊 有两个星期嘛孩子嘛 那么当然呢 就是说可能在孩子放假的时候 还有很多一些活动得安排啊 父母亲呢也挺忙的啊 不过 我估计很多的父母亲都知道了 该怎么做 是 我是有时候觉得 就比如说早起很痛苦 然后冬天寒冷很痛苦 我就会觉得 这就是一个过程 没有今天的痛苦 可能就到周末不会觉得能多睡那会懒觉是幸福的事情 或者就体会不到夏天的温暖是幸福的事情 所以来体验的啊 我觉得不痛苦了 我觉得早点起来 早点工作 早点下班啊 那也是挺好啊 下午再睡个懒觉 那不是挺好的吗 所以说人生呢 往往就是看你从哪一个角度去评估 去衡量 嗯 好了那么在今天的我爱纽约3节目当中呢 会跟大家分享一些什么样的新闻呢 我们看看呢 那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点33分 7月8号的早晨 在纽约3方面呢 我们看到呢 首先就是政府宣布4年12个亿 兴建小学 以及呢 扩充教室的计划 那么希望呢 在2030年呢 可以容纳额外的10万名学生 嗯 另外我们的卫生部长 David Clark他就表示啊 本周会有额外的 5万5千剂的流感疫苗 会运抵新西兰 那目前呢 总的计量会达到138万剂 纽西兰和中国国防部签署了防卫合作 关注备忘录 加强人道以及国际方面的救援 另外呢 在这个警察方面 有78名新的警员毕业 我们的警察部长 Stuart Nash就声称 政府至今新增的前线警员 已经达到了1446名 Baby Boomers 即将要退休了 那么建筑业界呢 是担忧后继无人呢 那么新西兰的这个严重欺诈办公室吧 应该是SFO 那么他们决定放弃调查 怀卡托的DHB 也就是这个怀卡托地区 驿管局的前CEO 滥用公款仪式 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调查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John Tamerhali声称地税之上 再加上GST实在是太过分了 可是我们的市长Phil Goff呢 他同意但是表示无能为力 还有呢就是最新的一份 关于房屋的调查 由One Roof所做的 那么就发现啊 他们列出了五年以来啊 到现在奥克兰地区房屋的赢家和输家 那么交通署呢 是推出了新的应用程式来干嘛呢 帮助年轻人 让他们能够呢在这个限制性的考驾方面 是能够过关的 还有在国际方面 我们会关注到中美的官员 在本周呢会以电话的形式 做高级别的一个贸易谈判 国际原子能机构声称将会尽快的检查 啊这个伊朗提炼浓缩油的情况 还有就是美国的加州不是发生地震了吗 现在地震的受灾线出现了紧急的状态 那么专家认为啊 在去一周之内有3%的可能会再度的发生强症 希腊大选 民粹执政党有可能会落败 还有英国的警方破获了人蛇集团 相信至少有400人遭受劳逸 俄罗斯深浅气火警14名泥难的官民下葬 好一连串牛山气国际方面的新闻都会在接着下来的两个小时 25分钟左右呢一一的带给您 那么首先呢还是要跟你汇报一下 包括今天在内的未来10天的整体奥克兰的天气情况 今天还是会有震雨的 而且根据气象局的预测呢在下午过后呢会比较的 温度方面最高温介乎在16到17度 最低温呢是介乎在7到11度 那么从星期天 目前看到呢星期天是一个大雨的天气 温度方面最高温只有16度 最低10度 接着下来在下个星期的123的这三天呢都不好啊 那么天气方面呢都是会有震雨 阴雨的那么湿湿冷冷的天气 温度方面最高温是介乎在15到16度 那么最低温呢都是在10度 所以说呢整体看啊 未来10天呢大致上奥克兰的天气都不怎么好 都会比较的湿 都在下阵雨 那么星期天的雨是会比较的大啊 根据气象局目前所做的预测是如此的 好那么首先呢我们抓紧时间 把第一则的新闻带给大家 就是这一则 在今昨天晚上啊 昨天晚上看到了 那么今天早上的第一时间 先跟大家来说一说 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工党 以工党为首的联合政府啊 一个左翼政府 左翼政府呢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于低收入 或者是贫困人士或者是弱势群体 在这方面呢社会福利的照顾呢 会比右翼政府传统上来说会比较的大 也做的会比较的完善 那么当然钱从哪里来 钱当然是从纳税人的口袋支出的 那么这则新闻是说到了 那在纽西安有不少的家庭啊有家庭成员是残障的无论是先天或者是后天 那么好了那么这这当然这个残障人士在一般来说社会上的认知都是弱势群体嘛 弱势群体呢就需要特殊的照顾 那么照顾有两种方式 要不然就是家人的照顾 要不然就是由政府啊来照顾 那么政府照顾呢比方讲说啊残障人士可能到一些护理院啊或者怎么样啊 获得这种全天候的照顾 要不然呢如果能够的话呢就让残障人士在家中由身边的人全天候的照顾 无论哪一种照顾方法啊都是需要花钱的 那么在这方面呢我们看到我们的总理Jacinda Ardern呢 昨天呢她是宣布了 Parents of disabled children and spouses of disabled people 就是说呢如果有家庭有孩子是残障人士 她的父母如果提供照顾的话 或者是你的有配偶啊是残障人士 那么她的这个配偶呢提供照顾的话呢 那么在这一方面政府呢在过往都有支付工资 给这些提供照顾的人士 那么工资的水平呢目前来说是在这个最低工资17块7毛钱 那么昨天Jacinda Ardern就宣布了 在未来呢将会投入更多的钱 使到这个工资呢能够上涨到最高每小时25块钱 是的应该这么说吧 我觉得如果家里有残疾的孩子 或者说自己的配偶因为各种原因出现残障的情况 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但如果生活在我们的社会当中 其实在不幸当中还是能感受到温暖的啊 那么总理昨天做了这样的一个宣布以后 对于这些照顾自己家的残障人士的人呢 可以获得原来每小时最低工资17块7 现在提高到20块5到25块5之间 那么据我们了解呢目前就是如果孩子是成人的 然后是有残疾的这些孩子的话 家长大概有400多人他们能够获得相关的基金 在未来的四年当中会为他们注入 政府注入3200万纽币 那么当然他说还有640个家庭 也是可以来申请这样的一个资金的 预计是这样 这是一个机制 这是一个叫做Funded Family Care System 就是家庭护理资助的系统 那么在这个家庭护理资助系统之下呢 那么首先不是说 我家里有一些行动不变的 也当把它当作是残障 那么能够在家中照顾它 然后向政府要钱没那么简单 而是要经过一套评估 有那么一套评估系统 确保这些钱呢不是被人滥用 那么确保呢这个家中呢 确实是有这个残障 必须要获得他人照顾的这些人士 那么在这一方面 那么在评估之后呢 在获得的批准之后呢 政府就会付钱 为什么呢 因为有很多的一些家庭 就是说原本呢 比方说夫妻俩吧 可能他太呢原本就有工作 那么丈夫也有工作 那么突然之间可能发生一些 什么交通意外事故或怎么样 不知道 那么当然一方面可能会有ACC的 这个补偿 可是变成失去了这个工作能力 或者是残障了 那么在这方面呢 做太太的可能 得自己放弃工作 然后照顾这个丈夫 那么在这方面变成这个家庭 突然之间呢就没了收入 那么再怎么办呢 那么这一长久以来呢 这些提供照顾者就认为呢 其实我们是在减轻了你国家的负担 那么国家是不是应该支付我 因为如果真的是将这些残障人士 百分百的所有人都送到这些护理中心啊 或者是专门提供残障服务的 护理的这些机构 那么对国家的这个负担可能会更大 而且呢 外人的照顾无论如何 一般来说我们的理解 总不及身边的家人的照顾 来得那么的周到吧 是但我在想一点是不是说这样子的一笔 就是家里有残障人士照顾的这个 拿领薪水的东西 它和其他的一些就是政府的福利体系是不矛盾的 是全部都可以都去享受的 没有什么矛盾的 这是一个专门针对你家中有残障 而且你必须留在家中照顾这个残障人士的 也就是说他们可能本来就享受到其他的一些 如果你有房屋津贴或者是你有其他的 那么当然 他如果政府是支付给你每小时20到25块钱的话 你就不能够同时要再去申领什么失业救济金啊 这个就不能 当然不能够了 要不然呢 你either way 就是说你 因为在这一个机制之下呢 其实这个残障人士呢 他跟这个提供照顾者呢 两个人之间呢 是一份雇佣合约来的 对 他的雇主相当于是这个残障的人士 对对对 可是工资呢 当然不是由残障人士支付 而是由政府支付 就这么简单 那总理在昨天晚上也表示说 这个这一笔钱会加入到现有的这样的一个 照顾家 照顾家庭照顾资助的体系当中 是为了填补以前存在的一些不公平 那么除此之外呢 政府还计划去要废除掉一个 以前的公众健康和残疾法案的 4A的这一部分 那么为什么要废除呢 是因为这一部分内容当中 有限制到这些家庭成员 他们去申领这样的一个资金 或者说是投入到这个计划当中 因为在这个 我们叫做Public Health and Disability Act 这个公共卫生以及成障法 当中的第四部分的A条 当中有说到是什么呢 其中有提到的有限制性 设下了很多这些限制 限制呢 家庭成员来加入这一个机制 那么其实 为什么要是限制家庭成员呢 还怕被滥用掉吗 对有可能吧 在过去 因为呢 这一个4A这一部分呢 是在2013年 国家党时期的时候是设立的 那么在过去呢 好几次工党呢 都表示说呢 这个4A呢 是不公平的 那么应该要遭到废除 那么除了限制家庭成员 来申请加入这个机制之外呢 同时这个4A呢 还阻止家庭成员 如果你是能够获得了 这个能够成功加入了这个机制 对于这个机制所提供给你的待遇 给你的工资呢 你有任何的木板的话呢 你是不可以通过法律程序 来提出诉求的 因此Jacinda Erden就认为呢 这个4A当中呢 有许多不公平的地方 那么他同时呢 在昨天宣布的同时呢 宣布这个提供更高工资 给这些照顾者来说呢 他也表示说 将会在明年大选之前呢 会将这个4A呢 给废除掉 但是他没有说一些具体的时间 只是说在明年大选之前啊 另外刚才我们也说了 那么工党政府呢 这已经是第四次提出 希望废除这个相关的 公众卫生和残疾法当中的 这个4A的这一部分了 从2013年开始 那我们的卫生部长 David Clark就表示说 在上一次是去年9月份的时候 他又做出这样的宣布了 那么这次呢 应该是说会往前有推一步的可能 那么不过呢 在这一昨天的宣布当中呢 其中有一点呢 Jesinda Arden呢 就表示说 不会做出改变的 那就是我们的评估系统 一个家庭如果申请 要加入这一个机制 这个机制呢 在这里再告诉大家呢 就是家庭护理资助系统 的这一个机制当中呢 那么当然啊 相关的政府的这个机构 会来你的家进行评估啊 看看呢你这个智障人士 是不是真的必须要接受 7天24小时的那么一个 由家人所提供的护理 这个评估在过去 一直是蛮具有争议性的 因为外人看 比方讲说 如果有一名孩子 是这个智障 做母亲的必须要放弃工作 留在家中照顾他 连生活上的最基本的 比方讲说洗澡啊 吃饭呢 都不能够自理 那么在这一方面 那么母亲啊 就加入这个机制 可是加入这个机制 当然要申请 那么有专员呢 来你的家来对你孩子呢 进行评估啊 看你家里的这个状况 进行评估 这个两者之间呢 这个评估出来的结果 往往是过去呢 一直是蛮具有争议性的 你说评估太严格了 比方讲说 一个外人评估呢 觉得可能也不需要 那么长时间啊 7天24小时的啊 对不对 可能就是说你一天呢 好了 那其实你4个小时就够了 4个小时照顾你的孩子就够了 那么另外你4个小时呢 你可以出去工作 所以说政府就只付你 4个小时的工资 那么在这方面 可是母亲说不行啊 4个小时不够啊 家里没人啊 孩子不能够让他 独自留在家中 就算他是过了14岁 他还是一名残障人士啊 他要上厕所那怎么办呢 所以说在这方面 往往是非常具有争议性的 我们要知道呢 政府所支付的工资呢 不是7天24小时的工资 而是一般来说呢 是8个小时 每天呢 政府支付你8个小时的 这个照顾工资 这个应该是一个最高的 最高的这个期限了 好 无论如何呢 这一则新闻是告诉大家 在这个资助 资助这些残障的家庭当中呢 政府是加大了力度 未来的四年 额外的投入3200万元 是的 好 那么说完了这一则新闻的时候呢 时间已经来到早上的 7点48分了 那么我们先进一段 商家好介绍吧 回来之后呢 再跟大家来说说 其他的纽约新闻 本地第一新闻 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联合赞助 奥森橱柜 奥人品质 深得你心 金苏蜀信贷 新西兰最大房地产贷款公司 0800666969 保德利斯留学移民 量身定制你的未来 你值得信赖的人生规划师 电话093098818 iInstitute 您最值得信赖的 事例矫正专家 为您量身定制矫正方案 中文电话0508888822 隔离空调 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08002894733 专业律师咨询 加百分百租金保障 重城管理 您物业的好管家 好的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点51分 欢迎大家再度回来 我爱鸟山 豆容以及安德鲁 继续跟大家来说说 鸟山方面的新闻 那么同时呢 其实我们在这个周末呢 看到政府所宣布的事情 还算是蛮多的 刚才跟大家说的是有关呢 帮助那些残障 有残障成员的这个家庭 在金钱方面的帮助他们 使到他们能够更好的 照顾自己的这个家庭成员 有残障方面的 那么接着下来呢 跟大家说的就是 我们的总理 Jacinda Erden以及教育部长 Chris Hipkins呢 是在上个星期五呢 是共同宣布将会呢 在未来的四年 投入呢 总值高达12个亿 用来干什么呢 那就是在全国各个不同的地方 建造新的学校 新的小学 或者是在一些现有的小学 扩充他们的教室的数目 那么希望呢 能够在2030年的时候呢 能够容纳额外的 十万名的孩子们上学 是的 那个我们的总理也表示说 要确保孩子们 能在这种新的智能的教室里面上课 除了有这样的一个 承诺到2030年 让十万个孩子 进入到新的学校之外 还有呢 在四年里呢 初始的资金有12亿元 这个也是有史以来 在学校的这个建校啊 或者是资产方面 做出了一个最大的一笔开支了 另外呢 还有在奥克兰地区 会有一所新的小学 宣布建立 另外呢 还有200间新的教室的 这个开始的一个筹盖 是 那么在上个星期五呢 总理就新德顿 以及教育部长 他们的宣布呢 他们说在未来四年呢 总共是投入12个亿 那么上个星期五所宣布呢 是其中的两个亿 那么两个亿当中呢 有一部分是用在奥克兰 另外一部分呢 是用在台特克拉 台特克拉这个地区 台特克拉在哪里知道吗 不知道 台特克拉是在北岛九十里海滩 你知道吗 有一个 没去过 北岛不是有一个90 miles beach 在北部 北部的 它最最尖端的那个地方 就是一个灯塔嘛 Kate Bringer 知道知道 那你知道啊 九十里海滩的这个南端 那个地区呢 就是台特克拉 那么 所以说呢 会在奥克兰 以及台特克拉呢 是分别建造更多的学校 那么最主要呢 是希望 就是说 Jasinda 就表示说 现在还有很多的孩子 他们是在一些 又冷啊 又湿的这些环境之中学习 有些学校呢 都比较老旧了 那么因此呢 是时候 政府呢 应该在这方面 做出改善 来确保呢 未来的孩子们呢 都能够在 又干燥 又温暖 又先进的教室之中上课 OK 那么到底应该 在什么地方 新建学校 在什么样的学校 扩充教室呢 那么国家方面呢 是有一个叫做 National Education Growth Plan 那就是国家教育成长计划 这个机构呢 是在全国各地呢 不同的学校 不同的地区 进行评估的 是的 那么据了解 这也是政府有史以来 第一次承诺了 这样的一个 长期的一个计划 建设 这个新的学校和教室 那未来在十年当中 会满足额外学生的增加 额外有多少呢 预估是有十万个学生的 这样的一个 名额增长的需求 总理是这么表示的 他说我们提前给孩子 做好这样的一个 未来成长的计划 安排非常重要 这样家长才能有信心 把孩子送到 当地的学校去 有温暖 干燥 和现代化的 这些教育的 学习的体系 那么是以前的政府 所没有做到的 那么同时呢 紫辛达登 他就表示说 他说呢 这一次政府的作为 是要 to make sure that New Zealand is the best place in the world to be a child 就是要让 纽西兰呢 是一个儿童的 比方说天堂 最适合孩子生活的地方 最好的地方 OK 好 那么就是那么一则新闻 那么接着下来 我们抓紧时间 还有三分钟的时间呢 应该足够了 说这一则新闻 那就是流感疫苗 是 那么本周 我们的卫生部长 David Clark就宣布说 在本周会有 五万五千剂的流感疫苗 运到新西兰 那么将于 七月十五号 向公众开始提供 为什么呢 因为到冬天呢 流感是一种 非常严重的疾病 那么最好的预防的措施呢 就是接种疫苗 所以现在Farmac和卫生部呢 已经设法获得了 这些额外的疫苗 所以绝对对于 大家来说是个好消息 是 那么这额外的 五万五千剂的疫苗呢 是来自于澳洲的 澳洲的这家公司呢 是叫做 Sanophie Fluquadry 这家公司 他们所生产的流感疫苗 那么他们会在今天 也就是七月八号 抵达纽西兰 那么来了之后 因为剂量是众多嘛 当然还是需要登记啊 分配等各方面 将会在下个星期呢 就会派发到各个不同的 这个家庭医生啊 或者是Farmacy啊 让公众呢 能够呢 就是接受疫苗的 这个注射 对 这次加了五点五万只疫苗之后 整体就是创纪录的 一百三十八万只了 很多的啊 那么流感疫苗 对于孕妇 以及65岁以上的年长者 还有一些儿童和成人 如果本身有比较严重的 健康问题的话 全部都是可以免费 去进行接种的 那么在这建议大家 尽快去接种疫苗 因为通常是需要 两周的时间 才能够生效 那么也鼓励那些 比较容易感染流感的那些人 就是做什么幼儿园的工作啊 或者是一些医生前线的那些人啊 都是尽快的去进行接种 是 话是如此啊 可是国家党的卫生事务发言人呢 Michael Woodhouse依旧是批评 认为这些流感疫苗来的 等的时间太长了 而且数量也不够 那么对此我们看看 国家的药物管理局 Farmac的首席行政 叫做Lisa Williams 她就表示说 她说其实如果以总数量来说 已经是抵达纽西兰 到目前为止 超过了2016以及17年了 而且她说 其实澳洲方面 也在面对流感 流行性感冒 那么他们的需求 也是非常的多 已经没有额外的存货 能够再寄来纽西兰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得到的是 我们在之前所下的订单 所以不要为了反对而反对 赶紧来了就开始打就好了 最重要的还是 在这里再次的鼓励民众们 就是说去看看你的家庭医生 那么现在注射呢 还是为时不晚 现在是7月 还算是7月初吧 对然后两周时间以后 可能才能有效果 是 好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点58分 接着下来带给您的是 中旅的最新旅游信息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 中旅带来的最新的旅游资讯 首先看到的是机票方面的一些 最新的行情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特价 奥克兰出发转机到中国的各大城市 纽币是往返经济舱700寒税企 详情可以咨询中旅各门店 0800287888 另外即日起领取中旅会员的 蜂蜜专详礼券 参加喜阳阳假期7月和8月的南导游 就可以获得500克的曼努卡蜂蜜一瓶 详情和领取方式也可以咨询中旅各门店 0800287888 另外中旅用16天的时间 带您去细秀伊比利亚内夺 美丽奔放又桀不逊的玫瑰西班牙 纽币是6500美人起 10月15号准时出发 中旅假期的冬季大促销 报名参加指定日期的7月或8月 出发的澳洲全包团 最高可以优惠您150纽币 详情可以咨询中旅各门店 0800287888 本地第一新闻 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联合赞助澳森除柜 澳人品质深得你心 金苏属信贷 新西兰最大房地产贷款公司 0800666969 保德丽斯留学移民 量身定制你的未来 你值得信赖的人生规划师 电话093098818 iInstitute 您最值得信赖的 势力矫正专家 为您量身定制矫正方案 中文电话 050888822 隔离空调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08002894733 专业律师咨询加百分百租金保障 重城管理您物业的好管家 节目由KVB昆仑国际特约播出 全球外汇交易 KVB昆仑国际 各位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 今天是2019年的7月8号星期一 农历的6月初六 奥克兰今天晴见多云有雨 9度到15度 日出在清晨的7点34分 日落是傍晚5点19分 奥克兰港口的满潮时间 今天上午11点49 以及晚间的凌晨的0点14分 我们来关注两条新西兰的本地新闻 新西兰国防部长Romark 与中国的国防部长魏凤和将军 在北京结束了双边会议之后 共同签署了关于防务合作的 协定备忘录 Romark表示 中国和新西兰在许多领域都有合作 防务合作备忘录是双方继续开展合作 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框架 增进了我们对彼此的了解 也促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积极联系 该约定确认了一些 共同关心的具体领域 包括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 以及国际和平合作活动 两国防务机构可以一起取得很大的成就 共同承担联合国的维和使命 政府已经拨款1.2亿元给土地的所有者 以鼓励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树木 并希望其中三分之二是本地树种 然而气候学家Jim Selinger则表示 林业部长Sean Jones的10亿棵树种植计划 并不会减少碳的排放 因为种植的本地树木太少了 新西兰林业部门数据显示 计划实施的第一年 在9100万棵种植的树木当中 只有12%是本土树种 这些数字是根据外来树种和本地树种的销售 以及分布情况所做出的估计 博士认为 理想的情况下 种植90%的树木都应该是本土树种 因为它们能够储存更多的碳 然而林业部长仍坚持 10亿棵树的种植计划中 仍然有三分之二会是本地树种 以上新闻是由豆仁为您播报的 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我们接下来来关注 由KVB昆仑国际所带来的最新汇率 纽币对人民币买入价4.5451 卖出价4.6366 纽币对澳元买入价0.9450 卖出价0.9542 纽币对澳港元买入价5.1385 卖出价5.1906 美元兑人民币买入价6.8612 卖出价7.0000 这夜换汇跨境结算 首选KVB昆仑国际 他们的中文直线是093598985 好的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这个8点09分 欢迎大家再度回来玩纽西兰 安德鲁以及豆融呢 继续跟大家来分享纽西兰方面的新闻 刚才也在整点新闻听到了豆融 说到我们的国防部长 Rom Mark 就是在上个星期呢到中国 分别是去了北京跟西安 四天 行程呢算是相当的短 那么这个新闻是说到了 这个纽西兰跟中国的国防部门呢 都双方呢都达成了一项呢 这个谅解备忘录 这个谅解备忘录呢 叫做防卫合作关系的 关注的那么一个谅解备忘录 那么两国的国防部长呢 都是有进行一个双边的会晤 那么Rom Mark呢就表示说 纽西兰跟中国呢 还有很多合作的空间 那么希望将来呢 通过持续的沟通啊 对话啊 促进了解啊 加强两国的在各方面的一些合作啊 最主要呢还是在一些人道啊 是 救灾啊或者是一些国际的 违和方面的一些工作吧 对备忘录算得上是一个框架吧 以后呢在这样的一个层面的支持之下呢 可能会加大了解 然后在人道主义的救援啊 救灾啊 违和的合作方面 会共同就国际的和平展开一些工作 是 这次Rom Mark去呢 当然不会谈到了有关太平洋地区啊 或者是南海方面的问题呢 那么说说呢 算是蛮好的吧 就是说呢 这次去呢 就是说可能把之前 尤其是2018年的时候呢 当时候有一点点的 这方面的一些不愉快呢 就少掉了吧 一个是白皮书 尤其是最主要还是白皮书 白皮书里面呢 说到了中国在这个南海方面的一些军事建设啊 或者等等啊 那么纽山那么一个偏远的国家啊 那么当然中国也因此而发出了不满 也导致了啊 再加上什么华为5G等等 也导致呢 就是纽山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呢 有一点点啊 一点点的那一个不愉快 那么也导致呢 就是这个中兴旅游年啊 这个一拖再拖啊 推迟了啊 等等这方面的一些情况 那么这一次ROMA去呢 总算是呃 就是说跟见面总有三分情吧 可能是这么一回事吧啊 跟在中国的这个国防部长呢 呃 凤伟河是吗 呃 卫凤河 卫凤河 卫凤河啊 坐下来聊了聊了天啊 喝了杯喝了几杯这个茶 吃了几个包啊 小笼包啊 哈哈哈哈 回来了高高兴兴 好总算是不错 蛮好的 接着下来跟大家说的另外一则新闻呢 是这一则新闻 我们的警察部队在不断的日益壮大之中 那么这一则新闻里面是说到了 又有新的一批警员 是完成了他们的训练课程 那么即将要被啊 部门呢 分派到各个不同的地区去服务 那么最主要呢 还是前线啊 前线警务人员 那么在这方面整体来说 这个人数是增加了不少 可是新闻当中没有说 在过去的从工党所带领的这个联合政府之后 我们的新增的警员是多了 可是这一对于一些有经验的 或者一些比较年纪比较大的这些警员 有多少人是离开呢 新闻当中没说 只说近的数没说出的数 对对对 我们来看看啊 这个新的一批新西兰皇家警察学校的 这个警员毕业之后呢 是有78个新的警员会前往各地区开始工作了 那我们的警察部长也表示说 新警员的无论是招募啊 培训啊 还有各方面的这个部署 都已经创下了一个新的记录 意味着每个月都会有新的一些警察 加入到这些部门当中去毕业 那么据介绍呢 这次的这个毕业就意味着 自从我们的工党联合政府执政以来 已经有1446名新的警察 被安排到这个一线当中去工作了 而且除此之外 后备力量也是源源不断的 目前在惠林栋和奥克兰的这个训练的一些基地 接受培训的还有另外的240名新人呢 是如果大家也记得的话呢 在工党在2017年大选之前 曾经承诺要增加警力呢 第一年呢要达到1800名 那么现在当然啊 这个数字达不到没关系 不过整体上来说 这个警队加入警队的这个人数呢 确实是有明显的提升了 那么当然在教授之前 我们也听到了啊 就是说这个国家党的警察事务发言人呢 那时候呢是这个Chris Bishop 曾经表示说 有啊有很多的这个年轻人新人进入了 对啊可是有更多的这些 也有不少的这些有经验的 这些警员呢就是离开了 那么其实警队里面呢非常重要的 不单单是要有能够吸引到新人进入 而且如何能够让这些有经验的 老人留下来 现在现行的这个警员不要让他离开 能够呢就是稳住他们的 这个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要双管齐下啊 一方面要接纳这个吸引新的人加入 另外一方面的保留 他们目前有的实力 要不然的话呢 有可能有一点点的这个 清皇不接的那么一个情况 对其实跟教师队伍一样 别看是招人 但是可能很多几年以后就全离开了 可是警察呢 我觉得这个经验更加的重要 对 因为有很多的是一些 及时的现场突发的一些事件 这一方面呢就是 不再是这个培训不培训的问题 而是过往这个经验的累积 如何去应对处理等等这方面的问题 对要很快做决断的 是好 我们在联合政府的这个福利预算案当中呢 就已经投资了这个1.68个亿 然后用于相关的一些警察方面的工作 比如说因为他们是 这个是让他们有更安全的一些武器吗 不是警察部长呢 斯蒂文纳什呢 就是说这一次呢 警队呢在不断的招人 那么最主要呢 是要让社区呢 让老百姓感到更加的安全 那么除此之外 我们也知道呢 就是说在2019年的 这个幸福预算案当中 政府呢就是已经是预留的 差不多1亿6800万元 用来干什么呢 回购枪支 对不对 那么另外呢 还有4000万元呢 是来自于ACC 那么这些回购枪支啊 这些处理等等呢 都是需要更多的人手 那么这一次呢 有那么多的新的警员的这个加入 在这一方面呢 也能够分担这方面的一些工作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关于进枪之后的 这个回购工作 是从这个州开始来进行的 那么未来警察呢 要确保社区的安全 7月15号开始工作之后 就正赶上这个枪支回购 和大赦期间 另外在社区当中 会有很多的一些任务要做 那么他们要帮助打击 有组织的犯罪啊 还有解决帮派问题啊 和毒品啊等等 那么这些对于他们来说 都是要面临的任务 是 那么另外呢 当然啊 我们也知道呢 警方啊 时不时的因为应这个民众们的 这个号召啊 他们必须要到现场去处理一些 比较紧急的事情 其中的步伐 有相当多的一些事情 去面对的是涉及了一些精神 精神方面的一些 因为精神方面的 所引发的一些不愉快的事件 需要警方呢 能够紧急的到现场去处理的 那么在这一方面呢 其实呢 到今年4月为止呢 和精神类有关的一些 比方讲说家庭暴力啊 或者是一些 有可能有一些 所谓的这个自杀倾向啊 行为啊等等啊 这方面呢 已经是多达333万3千次的 这个传照 是 同比增长了11% 也就是说警察不单单是 体格好 能够这个 到一线去冲锋陷阵 最主要从精神上面做工作啊 或者解决问题 也得有一套 挺不容易的 对因为刚才动人女所说的啊 那么警员的这个很多的这个任务呢 除了就是说打击帮派啊 犯罪分子啊 这些毒品啊 那么当然还有这个交通方面的一些维护了啊 开罚单啊 都得要 都得要 那么还有很多呢 是属于呢 跟精神类啊 相关的一些案件 他们也必须要面对了 这一次我们看到呢 所训练出来的新的警员呢 其实呢 女性还算是占的这个比例 还算是蛮多的 对 达到36%的这个新毕业的这个警员呢 是属于女性 是的 应该说警员的这个多样性体现的是越来越明显了 女性占到36% 如果按照族裔来说呢 有19%呢 是毛利益的 还有8%呢 是太平洋导义的 那么年龄方面呢 就新加入的警员哦 最小的是19岁 最大的居然都41岁了 哎 这个词用的不太好 41岁 正当壮年 正好加入到警界当中 是 这个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其实呢 警员 当然他们在经过这个 纽斯坦皇家的这个 警官学校啊 培训完了之后呢 其实如果不单单只是 他们在处理执行任务的时候 有没有经验的问题 而是呢 如果有些警员呢 自己本身呢 在加入警队之前 在社会已经打滚了几年 对 有了一些社会上的经验 人与人之间的一些人际关系方面的一些经验 是 那么再加上这个警队的这种培训 将来呢 在执行这个警察的任务的时候呢 是有好处 没错 他等于是有其他行业的一些背景 再来做警察工作的话 可能那些经验也是会运用的上 因为警察的这个任务呢 其实啊 就是一句话叫做 people business 人与人之间的一个 一个关系的啊 一个任务 好的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点20分了 我们接着下来带给您的是 日月光旅游的最新旅游信息 回来之后呢 我们才继续再跟大家分享 其他纽西兰方面的新闻吧 好的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点26分 欢迎大家再次回来玩纽西兰豆融 以及安德鲁继续跟大家来说说纽西兰方面的新闻 有没有去逛过H&M 有 有 常去吗 还好吧 因为离我们公司还蛮近的 所以有时候下了班可以去烧逛一下 下了班 我还以为是在午餐的时候 很多的女士们 尤其在市中心上班的 我知道啊 这喜欢利用午餐时间 那么一般呢 如果办公室的午餐呢 是差不多一小时嘛 那么呢 就是15分钟 赶快搞定了 抓紧时间去逛一下 那么抓紧时间呢 而且呢 就是超数的 能够在半个小时之内呢 抓几件衣服 去逛一逛 试一下 好 H&M 怎么了 没什么特别的事情 只不过呢 有部分的员工呢 举行部分的罢工 为什么呢 为了要有更高的工资 对 如果您是上个周的周五 到这个周日这三天的时间去逛的话 会发现在新西兰全国 范围之内 应该是奥克兰吧 可能其他地方也没有 那么有将近100名的H&M的这个工作人员呢 他们是部分的这样的一个罢工行动 包括像说这个消费者在衣帽间里 试完衣服之后 然后他们不帮着把衣服拿出来 或者是在收音台上也没有工作人员 就以这样的方式来抗议对现行工资的不满 如果你在那三天 上个星期刚刚过的这个五六日 你到H&M呢 发现他们的服务呢 是特别的差劲 就算是要付钱呢 也好像也没人愿意跟你收钱的话呢 你感觉呢 这个态度好像不怎么好 大家都没有什么特别 没有什么精神 或者是这个衣帽间外面呢 就是显得比较的凌乱 好像他们还统一穿黑色的衣服之类的 来表示抗议 我不知道 那么在这一方面呢 为什么呢 那么最主要呢 就是说他们BettyBetty unhappy 不怎么高兴 为什么不怎么高兴呢 对工资的不满意啊 他们是目前呢 大部分呢 应该都是获得了这个最低工资 对 那么他们希望呢 能够将这个工资呢 提升到生活工资 也就是每小时20块钱送一点点 对 这个第一工会的组织者 Sara Thompson 就表示说 这些工人呢 跟公司大概进行了三天的这样的活动 讨价还价 那目前呢 应该还是没有得到相关的报酬 也没有达成任何的协议 那么暂时也就先搁置了 他们是这么说 他们说呢 因为他们现在所得到的工资 并不属于一个合理的 全天工作的工资 可能是只不过是 净时工嘛 百分之七十 七十五左右 还有这百分之二十五的公司没有支付给他们 这工资呢 不到位 所以说呢 他们只做百分之七十五的工作 嗯 这行嘛 这方面真的 当然员工们追求更高的工资 我们能够理解 因为他们也表示说 很多他们现在依靠的这种零售业的工资 已经是很难应付现在的生活成本 可是我是这么想的 就在这个商场里面做这个快销服务行业的 就是这个零售的服务行业的工作人员 他们算得上是工作条件比较好的 因为不吹风不下雨 就是环境算是好的 不冷不热 然后做着这些服装的整理 然后挂呀 然后这个收钱的工作 这个相对而言是技术含量比较低的工作 您承认吗 如果他们也要求生活工资的话 那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应该要求生活工资 那么生活工资不就成了一个最低工资了吗 还是没有意义的呀 那要看你在从哪一个角度来说 所谓的技术含量 做一个销售 你必须要有销售的技能 你必须要有一个 当然你可能会遇到一些salesperson 那么所谓的销售 其实他们并不推销 可是整体上来说 不要忘记他们一般的零售业 它是七天 一年365天 好像开除了363天 没什么公共假期的 而且到了晚上 还要有做这个late night 那么没有太多 讨价还价的这个余地 所以说每一天 他们都是站着工作的 没什么机会坐下来 You're on your feet most of the time 很多人其实呢 是造成了一个长期的站着工作 也造成了一个身体上的一些不良的影响 所以说为什么呢 就是说你要看从哪一个角度来说 他们说他们要求也不是很高啊 他们不是要求什么30块钱一个小时 就20块钱一个小时 如果相比之下 他们会说你在奥克林市议会里面工作的 很多的一些工作人员 他们的技术含量更低了 常常坐在那边没事干的 他们所获得工资呢 何止这个20块钱一个小时呢 所以说呢各行各业 好吧 我们都看到你做哪一个行业 就抱怨哪一个行业 没办法的事情 真的真没办法的事情 OK好 那么就看看到底这个H&M 为什么今天早上跟大家报道这个新闻呢 如果我感觉上 如果H&M的这些工会的这些成员 这些公司的这些员工 最终呢 真的是能够他们的诉求是得值的话 能够得到20块钱或以上的每小时的工资的话呢 我看会有其他的零售行业 包括Farmers 包括Brisco 包括好多都会跟进的 所以说呢 这是值得关注的事情 纽线的零售业的工资 是不是真的太低了 尤其是在奥克兰 没有办法应付这个生活成本 那么我相信很多的朋友 可能是在收看或者收听这个节目的朋友 不乏呢 也有从事零售业的 在稍后里有话慢慢说 如果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 您的一些经验的话呢 无限的欢迎 好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点32分 接着下来带给您的是半点新闻 万国旅行社新西兰航空赞助以下新闻 万国旅行社一定打折 欢迎收看收听这一时段的早间新闻 今天是2019年7月8号星期一 农历6月初六 奥克兰今天的天气呢 是晴间多云 偶尔也会有阵雨的 那么气温最高15度 最低九度今天的日出时间是在早晨的7点34分 日落时间呢是在下午的5点19分 奥克兰港口的满朝时间是在今天上午的11点49分 以及晚上的凌晨的12点14分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两则纽西兰方面的新闻 近日一项对纽西兰各地房地产价格的调查发现 5年前在奥克兰部分郊区买房的人 今天如果您将房子卖出去的话呢 获利会相当的丰厚 房地产网站OneRoof和Velocity 是一起开展的这项研究 确定了纽西兰自2014年以来 升值幅度最大的地区 结果显示如果你五年前在奥克兰的 Dairy Flats或者是Clifton买了一套房子 那么现在出售的平均利润呢 将会超过50万纽元 该公司是以2014年各地区房价中值为基础的 将20%的首付和30年期的抵押贷款 以5%的利率计算在内 为确定购房者的净收益 研究机构在计算的时候呢 已经是扣除了五年之内还款的成本了 那么奥克兰增值最快的三个地区呢 是Dairy Flats升值68万5000元 Clifton升值50万2000元 Lucas Heights升值44万4000元 净收益表现最差的三个地区则是Cumio 降值贬值21万元 Oratia贬值12万2000元 以及Hederson Valley呢 是它的房价呢是下跌了5000元的 奥克兰交通局呢 近日是推出了一款名为DriveGo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序 旨在提高16岁至24岁司机的驾驶水平 那么以帮助他们通过限制驾照的考试 该机构表示车祸是这个年龄阶段的第二大的死亡原因 也是造成了严重事故的最大原因 那么纽西兰交通运输署NZTA的发言人Lisa Rosster说 研究表明很多持有学习驾照的年轻人 他们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是准备好了 要参加限制驾照的考试 那么DriveGo应用程序 是希望能够帮助他们减轻准备参加限制考试的压力 成为安全的司机 研究还表明 持有学习驾照的司机 没有获得足够的各种驾驶的经验 比方说在夜间开车 在雨中或者是交通拥挤的时候驾驶 这款应用的功能之一是有GPS的跟踪系统 可以检测在何种环境之下 完成了多少的驾驶 那么该应用程序呢 是从星期天的开始呢 就可以免费下载了 那么刚刚好也正好赶上学校假期的 感谢大家收看收听这一时段的早间新闻 那么接着下来带给您的是万国旅行社的最新旅游信息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铁定成团最后召集的8月北欧俄罗斯团 19天9999元起带你畅游北欧的壮美峡湾 俄罗斯红色记忆 在最适合的季节去最舒适的北欧 9月还有欧洲全景团铁定出发31天 万国品质的经典团 8399元起玩转欧入15国 10月有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 从奔放的南欧到热情的北非 还有豪气阿灵球 带你体验不一样的风情 11月南美四国万国的口碑团 20天全新升级体验热辣南美 12月份的台湾跨年 101塔烟火秀阿里山家日月坛 更可升级入住圆山饭店 带你走进青花里的台湾 订机票找万国 各大航空特价不停天天都有更新 免费热线是0800-116688 万国旅行社一定打折 话慢慢说 有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新西兰百轮移民留学顾问公司 要留学找百轮 要移民找百轮 真正新西兰野生四身 就要找沙巴名牌海产品 魔法灯 奥新最大代购服务商 0508-66-1188 要出租找阳光 要租房 照阳光 阳光物业更专业 电话09390-3883 NPC 新西兰持牌金融公司 致远资本 带您迎世界 09281-9383 iRelax 全有最大一战式按摩产品购物品牌 您身边的健康按摩专家 09948-6188 安发国际控股集团 传承爱 传承健康 咨询电话 0800-388-988 向阳坊西点面包 中秋大礼包 今年月饼送礼 送礼券 新西兰向阳坊西点面包 红出爱的滋味 好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点48分 欢迎大家再度回来 我爱纽西兰 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有三方面的新闻 手机尾号6875的朋友他怎么说 他说有个疑问 疑问 他说上一届政府执政了九年 税没有少收 基础建设投入几乎没有 医疗教育投入没有增加 还砍了不少的福利 最后只盈余了区区二十个亿 钱都到哪里去了 如果 我当然不能够代表 这个上一届国家党政府 可是如果 我估计 我估计如果你今天是这么问 随便问一个 你问Niki Kay也好 Jerry Brown也好 或者是Summer Bridges也好 他们会告诉你 那么国家党接手的时候 要应对 以欧美为首的 这个金融风暴 金融海啸 然后又有 这个基督城坎特伯雷大地震 又有凯库拉地震等等 要花钱的地方多的是 如果说到基础建设 完全没有投入呢 那也不是真的 可能投入的地方 咱们住在奥克兰的人 不一定看得到 或者是不一定感觉得到 甚至是可能有一些项目 到现在还在新建之中 所以说呢 投入当然还是会有投入的 不能够说一条路都没有建 不可能九年当中 可能你感觉不到 或者是真的有 你可能也觉得呢 那也只不过是小额科 跟现在以公党为首的 联合政府的投入呢 比较起来呢 根本上是小菜一碟 不一定 所以说每个人在不同的立场 有些人 我常常说那么一句话 人性呢 最常常出现的一种情况呢 就是说 你会选 自己喜欢看的 或者自己喜欢听的 来接触 应该还是有投入了 不会说没有投入了 OK 好 那么当然是不是 现在以公党为首的联合政府 投入更多 在基础建设方面 有没有投入更多 到目前为止呢 当然我也看不到 可是在这个社会福利方面 在扶贫方面 投入是蛮多的 这是看得到的 OK 好 没有中意 接着下来 跟大家说说这一则新闻 刚才在跟大家分享 这个半点新闻的时候呢 说到这个 这个One Roof 以及Velocity 他们所共同展开的这项研究 我把这个新闻的焦点 原本呢 这个研究是研究全国各个不同的地区 不过呢 我把这个焦点放到了奥克兰 在奥克兰方面呢 基本上是这么说的 如果你在2014年 五年前 在奥克兰比较市中心以外的地区 或者是一些新开发区 购买房子的话呢 那么大部分 大部分都是有获利的 有一些获利 有一些地区获利是特别的丰厚 那么可以高达50万的获利 有一些获利呢 就稍微的比较少一点点 那么甚至有一些 有可能呢 如果你今天 你五年前卖房子 买了这栋房子 那么今天要卖出去的话呢 甚至会出现亏损 也不一定 不过我看到呢 绝大部分的数据呢 都算是比较的正面 就算是那些表现比较差的 除了两个地区 一个是Kumio Kumio呢 这个房子跌价呢 是跌的这个幅度算是蛮大的 另外一个地区呢 是Oratea 那么其他的地区呢 大部分都有增长 只不过是多 或者是少的问题而已 所以五年前您投入投资了吗 没有 我的房子买的时候呢 是五年前更前的 那就更多 我听出来了 可是你有什么用呢 我也没有所谓的投资房 我就是自己住的一套房子 你就算是生了多少多少 除非你是这么办 就是说 你在房价最高的时候 你把房子卖了 我们所说的不是投资房 是自住房 然后呢 你去外面租房子 然后你等 如果你运气特别好的话呢 你在租房子 租不了多长时间呢 房价就节节往下跌 怎么就赶得那么巧呢 然后呢 你在最低的时候呢 又把它重新再买回来 可能是世界上 有这么划算的事情吗 没有 所以说呢 自己住的房子呢 住的舒服就好了 有些人我知道 我常常是这么说 有些人喜欢买三百万四百万 或者是更高的价钱 买自己的自住房 那么对于一些 很喜欢投资的人 他就说 哎呀 你这个五六百万的 你买一栋房子 太浪费了 你可以分为 可以买几栋房子 那将来有更多的获益 可是对于那一些 就是说五六百万 买一套自己享受的房子的人 来说呢 他觉得是我自己住的 多贵 都是自己享受的算 反正这个就是自住需求 还有钢区啊 每个人大家想的是不一样的 当然完全不一样 但我们知道 这样的一个价格之后 对于那些 就算是不卖房子的人 他们可能心里面 也会觉得是一件 很爽的事情 是 不过毕竟呢 我们看到了 近期看到一连串的数据 在奥克兰 其他的地区呢 不敢说 在奥克兰方面的 确实是 房价方面呢 是下跌了 是下跌了 我听到有一些呢 房地产中介呢 甚至表示说 现在呢 成交价是什么呢 以前是 成交价是你的CV Capital Value 的10%以上 CV以上的这个10% 现在刚好300 CV以下的 CV以下的10% 就是拿CV做标准 然后当然往下降了 那是因为地税要收 所以CV必须高 所以实际的价值 可能真的是CV以下 这个是不是 CV以下的10% 是不是等于 现在的这个Market Value 不得而知的 好了 当然不同的地区 有一些好的地区 照样是个价钱 还是占的还是蛮硬的 我们也知道 每个人根据自己 不同的需求 做出不同的一个决定 接着下来跟大家 所说的这一则新闻 是什么呢 这一则新闻 我希望能够说得完 也是跟房子有关系 那就是在坎特伯雷大地震之后 这个地震之后 我们都知道呢 有很多很多的住所是受到了影响 那么当中呢就是 有大部分有为自己的这个房子购买保险的人士呢 那么当然 在纽西安方面 国家我们有个地震 一个委员局 它是会支付呢 这个所谓的最高10万块钱的 这个地震的赔偿 那么另外呢就是要业主跟保险公司之间的 这个进行这个交涉 那么保险业呢 那么为这个地震 所做出的一些赔偿等等等等 可是这则新闻是说到了 有一些房子 在这个基督城地震发生之后 没有立马看出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那么这个房主呢 这个业主呢 就将他的这栋房子呢 可能是以为 用一个比较便宜的方式 或者怎么样 卖了 卖了给一个新的这个买家 这个买家买了之后 再过了几年 才发现呢 房子开始出现问题了 尤其是涉及地基方面的问题 那么一查就发现了 原来这个地基方面的问题呢 过了几年才浮现出来 是跟当年的 这个坎特婆的地震有关 好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 那怎么办呢 保险公司可能就不受理了 比方讲说 你这个新的这个业主 我买了这个房子 我也买了这个保险 可是保险公司会跟你说 现在发现了你的房子出现的问题 是之前的事情 不是现在的事情 是之前的事情 所以说呢 现在的保险公司不受理了 好了 那么这个业主没办法了 就是希望能够追溯之前的业主的 那一个保险公司 可是现在呢 在法庭方面呢 有做出一个裁决 那么受影响的人士呢 这一个案件呢 也是有一名呢 我看到的姓氏呢 华人吧 华人 徐先生 对因为这个案子 是在上周刚刚受理过的 那么基督城地区法院 就这样的一个事件 进行审理了 华人的徐先生 他当时买了这样的一个 算得上是正后的房子 但是没有发现他的问题 直到住进去之后 才会发现有问题 刚买的时候 没有看到有这么重大的质量问题 然后他就把这个 当时的房子的原来的承包人 也就是保险公司IAG 告到法庭上 希望对方给予这样的一个理赔 但是对方当然是拒绝的 那么闹到法庭上之后呢 法庭在7月3号 也就是上周 做出了最后的这个判决 判决这个徐先生 也就是说房子的买主呢 他没有胜诉 法官裁定说IAG呢 不需要赔偿房屋的这些修理 或者是弥补其他的费用 那么有关的一些细节呢 我们在稍后呢 9点的整点新闻回来呢 再继续跟大家来分享 那么时间来到 早上的8点57分 接着下来带给您的是整点新闻 以下新闻由雪盈证券冠名赞助播出 雪盈证券 港美股优选 一户在手 交易全球 095201919 各位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 今天是2019年的7月8号星期一 农历6月初六 奥克兰今天晴建多云有雨 9度到15度 日出在清晨7点34分 日落是傍晚5点19分 奥克兰港口的满潮时间今天上午11点49 以及凌晨的0点14分 我们来关注两条新西兰的本地新闻 新西兰国防部长Romark 与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将军 在北京结束了双边会议之后 共同签署了关于防务合作的备忘录 Romark表示 中国和新西兰在很多领域都有合作 防务合作备忘录为双方继续开展合作 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框架 增进了对彼此的了解 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积极联系 该约定确认了一些共同关心的具体领域 包括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 以及国际和平合作等活动 两国防务机构可以一起取得很大的成就 共同承担联合国的维和使命 政府已经拨款1.2亿元给土地的所有者 以鼓励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树木 并希望其中三分之二是本地树种 然而气候学家James Saliner则表示 林业部长Sean Jones的十亿棵树的种植计划 并不会减少碳的排放 因为种植的本地树种是太少了 新西兰林业部门的最新数据显示 计划实施的第一年当中 有9100万棵树种植的当中 只有12%是本土的树种 这些数字是根据外来树种和本地树种的销售 以及分布情况所做出的估计 博士表示 理想的情况之下 种植的90%都应该是本土树种 因为它们能够储存更多的碳 然而林业部长则坚持 10亿棵树的计划仍然会有三分之二 都是本地的树种 以上新闻是由豆蓉问您播报的 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我们稍后再会 好的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点12分 欢迎大家再度回来 我爱纽西兰 接着下来是有话 慢慢说的时间 我们的电话已经为您开启了 095712936短信平台0212010998 这边的手机尾号7556的朋友 发来短信 他说安德鲁有没有发现 有时候总会有一些搞笑专家 跳出来发表一些空话来忽悠民众 什么之前买的郊区房 现在可以高价放出 想问这些专家 50来万卖出呢 如果是投资 当然是好事 但是如果是自助就另当别论 卖了未来他们住什么地方呢 买回园区又不够钱 因为别人房价同时上涨 想住进城里的价钱又差一倍还多 难道叫他们再搬偏远一点点 还是举家移民呢 他这个50来万呢 是说到他们的能够获利 利润 获利50多万 比方说如果在之前可能在一个比较远的地方 Jewelry 如果是五年前五年前四十万吧 我们就说四十万买了一套房子 那么现在呢可能可以用九十万来卖出去 也不一定 那么获利就差不多五十万 那么当然九十万 现在如果你要在比Jewelry跟靠近奥克兰的地方 再买一套房子的话 那么是不是说买不到 可能买的房子呢 这个状况没有你之前所住的那么好 或者是有些人 他可能是到了退休了 他可能到一些真的是比较小的城镇去居住 那么这个九十万可能当中的 或者是退休了老人家 他也不需要住那么大的房子 三十万吧四十万吧 就能够在别的地方也能够买到一栋退休的房子 那么还剩下几十万呢放在银行里面 可是现在放银行里面呢就是七七产产七七 因为最近的这个利率呢是跌得非常的厉害 这个放在银行里面的钱呢是生不了什么样的钱了 没办法 OK 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一些生活 接着下来继续来跟大家来说说呢 在九点之前跟大家所分享的这一则新闻 那就是我们简单一点来说吧 就是A军跟B军好不好 这会比较容易 A军呢是原本的这栋房子的业主 B军呢是后来的买家 那么这个我们都知道坎特伯雷基督城 是在2011年发生了这个地震 那么很多的房子都受到了影响 有一些房子表面上没有受到影响的 比方讲说A军的房子 在地震完了两年三年没事 他就把这房子放到市场去卖 卖了给B军 那B军买了房子之后呢 过了几年才发现 哎不是哦 这个问题来了 尤其是这个房子的这个foundation 地基 地基发生了问题 找人一检查乖乖不得了 怎么了 原来呢是追溯到201011年左右的那时候的地震所影响的 现在这个问题才浮现出来那怎么办 那么谁应该担当这个责任呢 好A军在之前的那个业主他是有保险公司的 那么B军后来买了他当然可能也为他自己的房子投了保险 那么首先一般的正常的情况之下 B军呢就会问自己的保险公司 那么怎么办呢 我房子现在有问题了 保险公司呢 就是说哎 这个调查报告出来了 你这个问题呢 是在你买房子 或者是你在购买保险之前就出现了 所以说呢 B军的保险公司呢 不理赔 不受理 好了 那怎么办呢 那B军呢 就唯有呢 去找A军的保险公司了 因为A军呢 可能人已经不在这边了 你找不到他 你找到保险公司了 那么根据这一次的这个官司呢 A军的保险公司 之前的保险公司是IAG IAG说我们也不受理 那么B军就心里很不爽 就把他就打官司吧 打官司呢 现在这场官司打到了终审法院 终审法院出来的判决是什么呢 没有办法 B军呢 你没有 你不可以 你没有办法向A军的保险公司 去申请理赔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的理赔合约 是IAG跟A军之间的保险公司 IAG跟A军之间的这个理赔合约 跟你B军完全关系都没有 你不是这个之前的业主 他们所买的这个保险 你不是这个受益人 所以说这跟你完全没关系 那么现在说一说呢 这个新买家B军 现在没办法了 是而且这不是说我们文章当中 新闻当中说的这个徐先生一个人 其实在基督城存在这样问题的房主 还是蛮多的 是这个官司 这个徐先生所打的这场官司呢 其实根据新闻的报道呢 有很多当地的 也面对类似情况的这些业主 非常密切的关注 要看看呢 终审法院的是不是能够判呢 这个徐先生能够胜诉 可是现在目前所知道的结果 是败诉的 而且纽西兰的终审法院 就是最后的 你不能够打到伦敦的疏密院 终审法院的Supreme Court 是最后的了 是所以现在这些房东的认为 倒不是说他们认为 法院有什么不对 判决是合理的 他们觉得这个责任呢 应该归咎在地震委员会的身上 因为当时发生了地震 出了事情之后 就没有评估这些受损的房产 以为是正常房子 所以最后才导致这么多人 现在是地基有问题的 这个损失 现在如果调查报告发现 原来呢 这些房子 现在才发现有问题 是追溯到当年的这个地震的话 那么地震委员会 是不是也应该向这些业主 提供这方面的赔偿 那么当然赔偿的金额不算多 如果是地基有问题的话呢 那是真的很麻烦 这房子基本上你得拆啊 不然你怎么去修复地基方面的问题呢 所以说现在可能估计呢 有很多人跟这个徐先生 差不多的状况 现在基本上就是stuck 将在那边了 不知道怎么办 另外我们说基督城重建部的部长呢 是梅根乌兹 她之前也表示说政府会关注这个案件的 那么等这个庭审的结果出来之后 可能会决定要不要再采取一些措施 或者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这些人 这方面确实是比较难的 因为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呢除此之外在过往还有一些个案呢 地址委员会还没有处理完毕的 再加上现在有这种新的这种个案出现 雪上加速 那么而且呢是不是也应该放一个年限 不然的话呢如果十年后二十年后 又有房子又发现了原来地气又开始动摇了 原来又跟二十年前的那场地震有关系 那么谁来负责呢 对到时候呢 这个是一个蛮麻烦的事情 比较麻烦的事情 所以说呢我们会密切的关注这件事情的一些发展 怎么去处理 美根乌兹 怎么去处理这方面的事情 好那就是那么一则新闻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完毕了 时间来到早上的九点十九分 这里是有话慢慢说 我们的电话照片是为您开启的 095712936段新平台0212010998 接着下来跟大家说一件事情 这个新闻呢 昨天看到了之后呢 我感觉也有一点点的气愤 虽然跟我没有直接的关系 可是我觉得到底公平吗 到底是不是个公平的一个决定呢 这是来自于我们的严重欺诈调查局 SFO SFO呢其实叫做 Serious Fraud Office 办公室 它是专门调查那些严重诈骗的 那么在这里跟大家来说说 有这一位老兄 他的名字叫做Nigel Murray Nigel Murray呢 他是Vacato DHB 怀卡多地方医管局的前CEO 他是一名来自于加拿大的人士 那么在为了短短的数年期间 后来被发现的原来呢 他是滥用公款 来自己享乐享受的 而且呢千方百计的找了很多的借口 去度假去开会等等等等 那么根据这个纽西兰的 国家公共服务委员会最终所得出的调查 Nigel Murray在位的短短的三年 总共花费了超过12万元 在自己满足自己的这个享乐方面 好 那么当然 Nigel Murray呢后来也下台了 不是他还有一部分资金是还回来了 对了没说多少 没说多少 这不是一个资金方面的问题 也不是说你这个滥用公款12万呢 还是一万两千元呢 还是24万的问题 而是不管你是滥用了一万块钱 或者是一百万块钱 你就已经呢 是应该要被接受调查的 因为毕竟是这是一个公共机构 这是一个地方医管局 你作为一个地方医管局的CEO 这不是一个私人企业 这是纳税人的钱 你被发现你是滥用公款 而且证据确凿 你辞职 现在呢 这个严重诈骗办公室 进入调查 原本一切呢就是开始了 怎么知道呢 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呢 我们突然之间看到了消息 严重诈骗办公室 调查办公室 他的这个director Julie Reed 对外宣布他们会停止调查 原因呢 调查的成本太高 那么在这方面呢 就就就就马上引发了 当初对这个 Nigel Murray 投诉的人是谁 这个人是前工党的 国会议员 苏玛尼 他在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他知道这个SFO 停止调查 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什么呢 是为了因为这个调查成本过高 而且表示说这不是 It's not the public interest 这不是公众利益 公众愿意看到要花费那么多的钱 去调查这个Nigel Murray的 那么Sue Maroney 就是说 hang on hang on hang on 这个我们现在到底说的是什么 公众的利益还是你SFO 自己本身的这个财政预算 你认为太贵了 所以不值得再继续调查下去 那么到底公众的利益 是不是你SFO说了算呢 是 他特别说到说 如果调查人员在寻求 司法的公正的时候 就不应该把这个预算 去考量在内 如果说SFO都没有资源 去调查这件事情的话 那么谁有这样的资源 那么对于公众来说 如何为那些被滥用掉的一些资源 去承担这样的责任等等 是 那么如果根据你SFO 今天告诉大家 因为如果要调查 这个Niger Murray 这种滥用公款的行为 是必须要付出很大的成本的话 那么是不是也意味着 只有那一些呢 滥用数额不太大的 或者是那些呢 一般的老百姓 可能呢 就是说欺骗社会福利 或怎么样的 那些你才会去调查呢 真正的大二 真正的涉及这些 这些 这个位高权重的这些 公众这些政府的这些机构人员 他们在犯了过错的时候 反而你会去斤斤计较到底 这个调查成本的多寡呢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前工党的国会议员表示 非常的不满意 他认为这个完全是开玩笑 你SFO 你的专责 不是去考虑这个成本 而是要把这件事情 调查个清清楚楚 还纳税人一个交代 可是现在你却告诉大家 要花的成本太高 而且这个成本太高是什么 是指什么 是要100万 200万 还是10万 20万 到底你这方面 你SFO 你这方面有没有这个透明度 能不能够给大家一个交代 到底您预计的 要调查 Nijer Murray的这种 滥用公款的行为 你到底要花费多少成本 你不能够说成本太高 一句话 就交代过去了 这是纳税人的钱 他花的这个是纳税人的钱 那么另外呢 我们看看纽西兰的 这个寿星医疗的 这个专家 就是一些专科 医疗专科协会的 的这个首席行政 Yan Powell 他表示说 It was not a good look for New Zealand's justice system SFO的这个决定 对于纽西兰的司法的 这一个体制来说 这不是一个正面的 绝对不是一个正面的 不会给正面 不会给加分的 他说呢 在过去有那么多的人 可能骗了一点社会福利 我们看到了警方又介入 又被控告上法庭 可是现在面对真正的这一些 位高权重的这个CEO 高薪的 你却因为调查成本过高 而停止调查 放弃调查 甚至是没有调查 就肯定就没有检控这回事了 那么你到底是向民众们 说了说明白了一个 什么样的问题呢 所以说这方面呢 那么是不是应该 有些人出来回应呢 我们看到在这个新闻 这个新闻是来自于 Radio New Zealand的 Radio New Zealand是这么说 他说呢 这个严重欺诈调查办公室的 发言人他们想找他们 他们呢 他的发言人就表示说 他们的这个director 现在not available 不方便 不方便做出任何回应 那么 至于这个部门的部长 Stuart Nash 被问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Decline an interview request 拒绝接受访问 那么这个卫生部长 David Clark 地方医管局也是属于他的 也拒绝接受这个访问 还有Wakato的地方医管局 地区医管局 以及我们的国家服务的委员会 就是负责调查的 这些都是拒绝发表任何的评论 Bove the client to provide any comment 也不对此做出任何的评论 哇 这个是不是就是 现在工党政府 他们所说的 这个要增加透明度 要提高老百姓的这个幸福感 或者是要对公众的这个体制 要更具有信心呢 为什么 这些应该出来回应的人 包括了Stuart Nash 包括了这个严重欺诈调查办公室的 这个领导 也应该要对他的这个决定 做出回应 那么包括了卫生部长 为什么也不做出回应 为什么怀卡多地方医管局 以及公共服务委员会的委员长 都不做出回应呢 原因何在 我以前一直认为一点 就是说如果一个案子太小了的话 可能警方会不去抓 就像我们所说的 如果什么地方就被入室了 但是有保险之类的就不会 但如果是一个大案 重要的话就会去现场 就会去追究 那同样的在这种经济的 这种诈骗行为 或者是这样的 滥用公款做私人的行为当中 如果是一个高薪的 然后这样的一个高位的 不是更应该是被 要拿到一个更开放 或者透明 清楚的地方去来解决这个问题吗 怎么会说是因为这样子的 投入过多就 大家还记得在前个星期 ANZ银行的首席行政CEO David Hesco 当时也是被指滥用公款 ANZ是一个私人企业 私家的不是公家企业 那么当时呢 也有呼吁就是说呢 他的这一个 这种滥用公款的这种行为 那么是也应该呢 国会呢 要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 来调查为什么呢 ANZ有很多的这个 Kiwisaver的这些储蓄后 也买了ANZ的股票 这涉及股东的利益 好了 那么这一次是正正实实的 地方医管局 违卡多地方医管局 而且违卡多地方医管局呢 它的负债 它的赤字是多少 是以数千万元计算的 这么在过去三年 这一位老兄 Nigel Murray 滥用公款的这个行为 为什么现在一句话 成本调查成本抬高 就放弃呢 不了解 我不是在这边说他们 他的这个决定对 或者是不对的问题 而是我觉得 这件事情是有必要 再进一步的解释清楚 到底这个所谓的调查成本 这个估算 是由谁做出来的 还是单凭感觉走呢 那么在这方面 为什么调查成本要那么高呢 如果真的是那么高的话 那么是不是应该 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这方面 这是我提出一连串的这个疑问 OK 好 就是那么一则新闻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我们看看 有没有一些后续的报道 看看呢 就是说这个SFO的 这个director 他会不会出来呢 这件事 他director是谁 叫做Julie Reed 会不会出来 跟大家来一个交代 或者是我们的卫生部长 或者是我们这个SFO的部长 Steward Nash等等 会不会出来做一个交代 好 我们的电话 依旧是为您开启的 再跟大家来分享新闻的同时 我们电话是 095712936 短信平台 0212010998 一般来说呢 来到学生假期的时候呢 就比较的平淡 比较的平淡 没关系 大家没有人打电话吗 没关系 没关系 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新闻 会跟大家分享的 好 接着下来 要跟大家说的是 哪一则的新闻 我来看看啊 我们要讲奥克兰的一些 我们跟大家来说说奥克兰吧 OK 奥克兰 因为为什么呢 这则新闻 这则新闻 我记得在我们的 有话慢慢说当中的 有一位听众 曾经的不止一次的提出来 那就是地税之上 再加GST的问题 OK 地税之上 我们住在奥克兰 我们所交的这个地税 地税上面还有一个叫做GST 大家来看看吧 这就是我们一张的这个地税单 那么如果大家现在通过视频的话 你看到最下面蓝色的一部分 它有一个total rates 然后呢 including GST 这个当然这个是一个sample 这是一个样板 不过上面有一个叫做 including GST 所以说我们交付的这个地税当中 其中包括了15%的这个GST 那么会让很多人不解 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们在付这个 给这个地方政府 这个地税的时候 我们还要上缴15%给中央政府呢 这到底是何道理 之前不是说这个Race 它叫地税 其实并不是一种税 是不是 Race呢 是当然是以一个地税 这个它不是一个levy 它就是叫地税 其实这个是一个税上税 在纽约山税上税多的 我们看到呢 就比方讲汽油 汽油进来的时候 不是有进口税的吗 对不对 中国在还是要加一些消费税 消费税啊 GST啊 还有缴付给中央政府3.5% 还有地方政府呢 奥克兰的话呢 百分之 不是3.5% 我叫美工生3.5仙 还有地方政府呢 就是美工生呢 11.5仙 这些都是加入到 引进的这些之上的一个税 都必须要加上去嘛 怎么加来加去 加来加去的 我们可能也不是十分的理解 不过呢 我们看到呢 现在John Tomaheli 他就是要角逐的 奥克兰市长的那么一号人物 他在周末的时候呢 接受电视台访问的时候呢 就表示说 他说这方面是不合理的 奥克兰的民众 在交付地税的时候 同时呢 又要向中央政府呢 在这个地税之上 交上15% 这是不合理的 如果能够把这个15% 给省下来的话 也就表示说 奥克兰市议会呢 每一年呢 可以额外的有 两亿五千五百万元 我们可以花在 这个奥克兰上 不需要交给这个 交给中央政府干嘛呢 我们交地税 地税是什么 是交给地方市议会 由地方市议会 来收集到这个地税 然后呢 专门发展奥克兰方面 OK 那么为什么 在收这个地方市议会的时候 同时又要有一部分 15%要交给这个中央政府 那么当然中央政府 对地方的投入也毕竟是有 比方讲说 这一次的这个奥克兰的 这个道路方面的发展 包括了CRL等等 中央政府呢 都有出资 不然的话呢 钱从哪里来呢 不过呢 John Tom Haley呢 他就认为呢 如果他能够当上奥克兰市长的话 他一定会积极的争取 像中央政府呢 积极的这个争取呢 不要呢 就是再继续呢 要在民众们负担地税的同时呢 还要负担呢 额外的15% 给这个中央政府 是 我们知道 John Tom Haley的很多 这个观点政策 一出来都是被我们 现在的市长 Phil Goff所抨击的 或者说是跟他是 持不同的意见的 但比较有趣的是 在这条新闻当中呢 我们的现任市长 Phil Goff在这个观点上呢 是和John Tom Haley是一样的 他也认为 因为地税之上的 这个给中央政府 所交的这样的一个消费税 使得奥克兰失去了 2.7亿纽币 他说 每征收这个 一块钱的这个地税当中 政府就会加 15美分当中拿走了 如果保留下来的话 会好很多 他说他之前 跟Bill English 还有这个 Grant Robinson 都曾经说过 这是一件不公平的事情 是 反应过了 Phil Goff 可是反应完了之后 对方没有回应 那也就不了了之 John Tom Haley 他就表示说 我跟Phil Goff 在这一点方面 最大的不同 我是会拿出实际的行动 跟中央政府呢 去掰 去争取 而Phil Goff呢 他是反应完了 他就算了 那Phil Goff 很快速的也表示说 他说 你可以拼命在那边 就说的是这个 John Tom Haley 你可以拼命在那边 用着拳头敲着桌子 那边大喊不公平 可是不要忘记了 在纽西兰呢 65%的人口 都不是住在奥克兰 是 可是如果真的这样子的一个政策 要改变的话 那不是针对的是全国的人吗 不管你是哪都要交地税 那都应该实行一样的 我不知道其他的地区 他们是不是都一样 应该都是一样 可是当然他们这两个人 他们不关注其他的地区 当然专门只针对奥克兰 OK 这就是他们的这个感觉 好 好我们身上有朋友 先把这位朋友给请进来 喂早上好你好 欢迎您 早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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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这 我们这个社会 和我们这个国家 到底还有多少这种黑暗的事 我们老百姓不知道啊 嗯 这只是说接出来了而已 你说的是刚才那个 地方医管局的CEO的事情 对对对对 还有就是说你这个地税不也是一样 这是人家这些 他们之间互相竞选 互相抹黑给揭出来了 这没揭出来的呢 嗯 还有一点 看来这是当了官 要想挥霍的话 就得玩大的 嗯 满世界挥霍 满世界去玩什么 嗯 你调查不起啊 嗯 这不也就玩有白玩了吗 是不是 是 看来你就是 就像还是像中国人说的 你偷一块钱 因为你叫小偷 哈哈 拿一万块钱 那你叫大盗 哈哈哈哈 是不是 大盗和小偷 这个名字 是不是 就是这个这真有点像不可思议 是废实的事 是 不合理啊 好谢谢 谢谢您的电话 喂 早上好你好 欢迎您 早上好 喂你好 你好你好 是你了 请说 嗯 其实关于这个地税啊 我我个人觉得这个不存在太多的争议 为什么讲呢 嗯 这个我们虽然叫地税 它其实是叫在中国的那个中国中文软件 应该叫费 对 就是说这叫Level 呃 这可能要涉及到税法的一些相关概念 嗯 如果说这个要取消的15%的GST呢 可能要从这个GST的立法上去修改这个过免条款 嗯 而不单单说是一个政党或一个政客 它能左右得了的 嗯 所以说我们叫地税 其实它是一个政府性的收费行为 嗯 嗯 我个人观点是这样的 所以不存在太多 所以您觉得是合理的对吗 呃 合理不合理 如果想改的话 只能从税法那边去改 嗯 而不是说从政党或者政策 呃 更甚至于个人的政见 这个这个出一个条例就把它改掉 这不可能的 是 嗯 好 明白明白 非常清楚 呃 其实也是差不多了 呃 当然 啊 你说这个GST 政府中央政府为什么要收 呃 中央政府说呢 因为 因为在 因为奥克兰方面的发展 中央政府也会也会投入 哦 那么说中央政府本来就应该投入嘛 中央政府对这个地区方面的这个投入呢 正常 应该是来自于全国的这些纳税人的这个钱嘛 那么纳税是一回事啊 可是那个地区 发展还是要另外一回事 有时候就是包括了一个交通方面的建设 总不能够说啊 这个一号公路呢 啊就是说啊你是奥克兰的我就建到这里为止 我就不再见下去了 所以说各方面 啊我觉得 特别让John Tomaheli呢 当然他也是希望能够在大这个地方市议会选举之前 尤其是在奥克兰市长选举之前呢 尽量的能够上媒体找这个存在感 OK 呃 为什么呢 其实在上个星期五我在访问完这个 这个Fuggoff市长之后呢 我我收到了不少的这个反馈 就是说呢 啊好像似乎呢 我对这个David Smoor 在之前的David Smoor呢 特别的这个不公平啊 特别的严苛 反而对于在这个奥克兰市长面前呢 就不怎么去驳斥他 其实道理很简单的 中央政府或者是国会 我们是有反对党团的 一切事情都是摆在桌面上的大致上啊 大致上 所以说呢 各方面的州应该是比较容易了解的 比较清楚的 比方说你行动党啊 你这个民意调查不是暗地理的 都是摆在台面上的非常公开 你在2017年你得到多少票啊 都是非常公开的 或者是如果是明天是采访 是政府的一个部长的话啊 包括了你是不是KVB或者移民 你很多数字都是公开的 为什么有反对党团的监督 嗯 所以说呢 可是市议会不一样 市议会没有反对党团 但是市议会的20个人 他们是来自于不同的党派 或者是独立的 他们当然是 他们会有一些会有一些意见 可是他们甚少呢 他们不像一个国会当中的一个 在野党的那么一个监督 你觉得他们这种是利益的一体化的 某一些时候是如此 那么比方讲说我们在那边听Fill Gov 非常语书非常快的 不断在那边跟大家说啊 你说他很烂 他说呢 你说他这个项目很贵 他说他已经是找到最便宜的 你说他很烂 服务很烂 他说的95%的 他们的调查都发现都是满意的 你说这个服务不到位 他们说那其实呢 已经是很好的做得最好的 那么基本上呢 除了你凭自己的感觉去询问之外 其实手头上我们是没有任何的数据的 他只要一句话 他说呢 他只要告诉您 问您 If you don't agree with me Show me your figures 那基本上我们就没有任何的数据可以说给他了 很简单的事情 所以说基本上也就听他说 好我们现在有位朋友 喂早上好你好欢迎您 早上好 早上好 您说的两件事情 我都不是很高兴 但是没有办法 GST呢 不合理但它合法 对对对 公司来说 奥克兰恩的话每年都是亏空的 这两亿都应该没有上交到中央政府吧 我不知道 如果按照GST我所学的东西 你公司是亏的 这GST应该是返回的 等一下 作为一个奥克兰市议会 对 他不会有亏 或者是profit and loss 他只不过是 但是他作为一公司在运作啊 所以他有这样的 他当然他很 比方讲说他旗下有些公司 比方讲说watercare怎么样 不过他们的 他们不是用亏或者是赚 他们是用收入支出来计算的 对以后那个在采访呢 奥克兰现任市长呢 把这个细节 这是细节问题了 好吧 这两亿到底从我们身上 收了以后 到底缴没缴中央政府 应该是从我所学的知识面的话 应该没有缴了 只是作为成本里面加进去的 还有一个假设一下 只是假设 因为细节没有 那个CEO是加拿大籍 所以你在纽加拿大并没有判刑 他人早就回到加拿大去了 对 如果你是这个你还要继续调查吗 你的成本多少你要考虑一下 我不知道是不是 可是问题就是说你不能够一句话成本太贵 你可以告诉大家这个成本要多少钱 你来回四个人三个人一个叫啥组去去到去加拿大去取证据 取得到取不到还不知道啊 你拿到证据以后你这个人在加拿大你怎么弄过来 加拿大就是擅长打关键 赖苍兴就是一场关键打了十多年 你国家得投入多少钱 对你要计算好了 我很支持你啊 这个追查到底 或者弄一个什么小组去 我明白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但是做不到 我明白你的意思 可是你 这细节有没有 非常非常 我想了解一下这个细节 至少他们应该出来做一个回应吧 对不对 对官方一定要回应 把这个画一个句号了 是 不能说一个部门的出来说一句话 这个就 好吧 谢谢 谢谢 谢谢您 而且呢大家知不知道呢 其实纽西安有很多的这些政府机构的这个CEO 或者是最高的这个领导 其实都不是 海外的 挺多的 如果这一次是这么一回事 是因为成本过高 我们不要忘记呢 最近呢我们才我们这个财务部啊 才换了这个秘书长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过来的 对 对不对 那么还有多少个这个 什么CEO啊 或者是哪一个部门的CEO 这都是海外人士 或者来自于英国的 加拿大的 我们不知道 如果是的话呢 那么是不是这些CEO都完全就 如果在这边 他们是有一些不守规矩的地方 还不一定需要很 怎么这个违法啊 他们一旦呢 他们是离开了他们的职位 回去他们的原居地之后呢 就没有办法进行任何的一个调查 所以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漏洞啊 这个这一个是 我是我不知道这个成本到底有多少 不过我觉得有关部门 是应该出来交代清楚的 让民众们了解啊 这不是因为呢他们只是针对打压那些小老百姓的一些欺惨的行为 碰到这些大老虎啊 他们就束手无策 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不愿意支付那么高昂的成本 这方面呢我们觉得我们还是应该要了解一下的 OK好 那么刚才说了这个John Tamahedi 奥克兰市议会跟所有的纽西兰的包括的警察部门 教育部门等等的国防部门等等 都是这些公家的公营的这些机构 他们我看他们的这个账面都不是这个profit and loss 而是income and revenue收入跟支出 所以说他们并不存在有没有所谓的profit and loss 他们最多只能够告诉大家有盈余还是有赤字 不是profit and loss 那么在这方面如果他们是在这个收入当中有百分之 有一个百分比是帮政府收取这个GST的话呢 按照道理是应该把这部分收入全部交给这个中央政府的 这不是一个他们是代理中央政府收GST 收了之后呢就应该交给这个中央政府 因为这并不是他们的这一个到了一个年尾的时候呢 跟这个私人企业一般的啊 就看看啊我那个支出呢所支付的GST有多少呢 收入的我跟收取的GST有多少呢 中间那个差价然后呢就是到底是应该跟政府呢 refund还是应该交给政府不是这么一回事 还挺顺吗 这方面是我觉得还不是这么一回事应该是要交给政府的 好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点45分 我们进一段商交好介绍 回来之后再跟大家来说说另外一则新闻 这则新闻不长是说到了Watercare 我们奥克兰市的这一个供水的这家公司Watercare 也是John Thomas Haley以及Phil Goff两个人之间的一个意见方面的相作 送礼送礼券 新西兰向阳坊吸点面包 红出爱的滋味 好的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点51分 欢迎大家再度回来 我爱纽西兰斗容以及安德鲁继续来跟大家来说说纽西兰方面的新闻 我们的电话转是为您开启的095712936 短信平台0212010998 刚才说到John Thomas Haley跟Phil Goff对这个地税上面还要加15%的看法 两个人基本上是意见一样 不过处理的方式不一样 John Thomas Haley就表示说我不会当着没事发生 如果我能够当上市场的话呢 我一定会积极的向中央政府去反应 希望呢他们呢就是说将这个两亿五千六千万左右呢 是继续的让我们奥克兰市议会呢 能够将它留在这个奥克兰用在奥克兰 那么Phil Goff也表示说他之前已经跟Bill English 以及这个Grant Robinson反应过了 就是说认为这个也是不公平的 可是反应归反应 反应完了之后没事 好那么接着下来呢 要说的这件事情是我们的这家公司Watercare 无人不知了 因为每个人都得喝水都得洗澡 在奥克兰这个如果说是monopolize 或者是monopoly的话呢 独大垄断市场的话呢 没有哪一家行业 哪一家公司呢像Watercare般的 我们知道电力公司好多家 大家有的选择对不对 通信公司好多家大家有的选择 食水供应就是在奥克兰Watercare没有第二家 我不知道还有第二家有听过吗 没有OK 好不管是你洗澡的喝的还是冲厕所的 都是归这个Watercare管 那么现在John Tamahedi就是说 在奥克兰有差不多二三十个这个海边 他们的这个海水是可能是时不时的会受到一些污染 不太干净等等 那么奥克兰的这个纳税人每一年都得花费很多的钱 来处理这些滨海旁的这些水质源 水质要提升这个水质 那么他就是一个建议 他说为什么不把这个Watercare 49%的股权拿出来卖呢 照样是掌管百分之五十一奥克兰人奥克兰的纳税人 照样掌管百分之五十一就好了嘛 控制权就好了嘛 拿百分之四十九的股权出来卖 可以获利多少呢 四十个亿 可以套现啊不是获利 套现四十个亿 他说这个四十个亿呢 就足足的能够呢 解决这些奥克兰附近这些海边的这些水质源的这些问题 那么Phil Goff他怎么说呢 他说呢John Tomaheli的这个建议呢 是非常愚蠢的 是他说这个想法很愚蠢 而且是毫无意义的 为什么呢 他说不管什么样的人来买这个Watercare 49%的这样一个股权 那最后买家一定是希望得到回报的 那么他们通常所追求的回报应该在7%到10%之间 而如果这样的话 一定是会有一个水费上涨的情况 那么对于新西兰奥克兰本地的一些低收入的家庭来说 这个其实就是未来会面临到的经济上的一个伤害 是 那John Tomaheli呢 对于Phil Goff所说的 他也不否认 可是他并不认为Phil Goff所说的 如果将这个Watercare 49%的股权卖出去的话呢 家家户户会面对200到300块钱 每一年的这个水费的上升 他并不认为 他认为呢这个说法呢有点夸张 可是呢你问这个John Tomaheli 那你认为到底是数字是多少呢 他也说不上来 是 这么说吧 其实国有资产或者是公营的这个机构 在过去卖这个股权 非常的多 比方讲说Air New Zealand 到现在呢 49%呢是在这个证券市场上流通的 可以自由买卖 比方讲说好多家的电力公司 Meridian Genesis等等 这些电力公司 原本都是属于国家拥有的 都是将它49%卖出去 那么我不知道这些Genesis 或者是这些Meridian的这些客人 他们是不是每一年因为49%的这个股权 不掌握在政府的手中 因此呢他们要面对更高昂的这个电费 我不知道 因为我不是他们的客户 有没有上调 当然有可能上调 凡事都上调 你管你卖不卖的 只要是你现在Watercare 不是每一年都在调整吗 没卖之前也是如此 如果你这个49%只是卖给一个单一的 一个买家 那么非常有可能 这个调整的幅度会非常的大 可是如果是放到正确市场上 去自由交易的话呢 那么当然也有可能 那么股东们呢也是要追求更好的这个利润 那么也有可能也会上调 可是上调的幅度呢 可能还是会比较有限的 我的意思 这种他们黑力的说法是49%卖的话 他其实不会改变他 变成一个私人的这样子 当然是不会 还是这个大家民众所集体所拥有的 这个控制权 还是属于奥克兰的嘛 当然是是如此 可是如果真的能够套现40个亿 不是4个亿 是40个亿 这边写的是4 billion 那是对奥克兰来说呢 是很大的一笔钱 对一个城市来说是很大的一笔钱 40个亿 是不是真的能够造福更多的民众 在生活方面 那么当然呢 我们有时候知道 现在在这个奥克兰市长的人选方面 就是John Tomaheli跟这个Phil Goff 基本上呢就是这两个人在直接的竞争 那么因此呢 有时候为了反对而反对 也是在所难免的 不过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奥克兰 有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奥克兰 却在这个食水的供应方面 就只能够是Watercare 没有任何的竞争 Watercare的这个CEO一年的年薪好像是60多70万吧 一年 一年的年薪 所以Watercare算是挣钱吗 Watercare它也不是用挣钱来形容 在我的理解当中 它也是用 服务性的一个 对啊 它也是revenue revenue and 收入和支出 它也不是用来挣钱的 严格来说 它是为公共服务 它不应该是一个家牟利的 可是它也 因为它说 他们实在不断地提升这些装备啊 设备等等 所以说呢 我们即将要面对更高的这个水费 还有污水费等等 OK好 就是这么一件事情 好我们在短信平台上 是不是有些朋友发了一些 不同的一些看法 好我们来看手机尾号是4842的朋友说 40个亿造福民众 你未必看得到 但之后任何水费的上涨 都将归功于此 有道理哦 有可能吧 对 1357的朋友说 现任的市政府 公交系统真做得很好 点点点 我不知道是正的 还是反的呢 我没看出来 就当做是正的吧 好 2346说的好 他说可能 就是说关于那个 怀卡托地区医管局的调查的事情 说可能调查局故意说放弃调查 因为通过调查 这个CEO 发现了更多的秘密和贪污 他们不想打草惊蛇 所以释放假消息给媒体 所以所有人都不接受采访 需要秘密进行调查 抓到后面更大的鱼 这个电影的剧本就完成了 听着就是像看戏看多了 另外这个7 还有下一位是7855的朋友说 说流感疫苗是很科学的 他说但是我已经坚持有五年多 冬天来之前呢 用这个曼诺卡的蜂蜜 腌制柠檬和生姜 他说生姜要去皮 然后每天早上全家人 都是用这个拿温水冲着喝 所以一冬天都没有感冒过 给大家的一些小tips 是听起来应该是蛮好的 好希望大家保重身体 那么时间已经来到 差不多接近早上的10点钟 安德罗要跟大家告辞了 再接着下来的半个小时 豆融除了国际新闻方面 会跟大家分享什么呢 我要说的就是那个 中国新城集团那个董事长 您知道吗 王振华他那个猥亵女童的事情 听过听过听过 对对对 我说一些相关的一些新闻 对于孩子的保护化 好好很好 好希望大家留意收听 那么祝大家一个非常愉快的一天 感谢大家的收看收听 以及参与 安德罗跟大家 明天同样时间 再见 好我们一会儿回来 好的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点11分 各位好 这里是玩牛西兰 我是豆融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国际新闻的板块 首先来快速浏览一下刚刚过去的周末 我们所要关注到的一些国际上的重要事件 首先来看看中美贸易的谈判 什么时候能开始 以什么样的形式呢 今天的第一条新闻就是关于此的 自从五月份中断了中美贸易谈判之后 现在重启的工作马上开始了 法新社引述美国贸易代表署的官员的说法 那么双方代表在本周会透过电话的形式举行高级别的谈判 美国白宫方面的经济顾问库德洛在接受访问时表示 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长努钦与中国的副总理刘鹤通过电话 双方目前正在安排定出一个面对面会谈的日期 不过美方没有时间表 他们强调重视质量要多于这个速度 而且说美国对于中国的华为政策 预料是双方经贸磋商的一个其中的议题 那美国的商务部早前也重申 如果中美双方达成了协议 那么华盛顿方面必须取消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 再来关注一下澳洲男生在朝鲜的这个情况 那么朝鲜当局表示日前获释的29岁澳洲男子西格利 早前向反朝鲜的传媒提供照片和其他的资料 宣传反平壤信息以及从事间谍的活动 朝中社报道说西格利在上个月底被捕 又指他滥用学生的身份来犯案 做法是侵犯了北韩的主权的 又说西格利星期四向朝鲜寻求原谅之后 当局基于人道主义宽大处理 随即就驱逐他出境了 那么过去的一年呢 他是在平壤攻读朝鲜文学的硕士 目前已经获释经北京转抵日本的东京 他也向记者表示自己很好 但是并没有透露为何被捕 以及其他的一些更多详情 再来看看伊朗的核问题 伊朗正式宣布会不再履行核协议当中 有关浓缩又浓度水平的规定 他们的副外长警告说 除非找到解决办法 否则伊朗将会在60天之后 进一步放弃履行核协议当中更多的承诺 联合国辖下的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 伊朗要将浓缩又浓度提高到超越3.67% 这个会突破2015年伊朗核协议允许的上限 身处伊朗的调查员会查证 伊朗提炼浓缩又的一些最新情况 然后尽快的向总部进行报告 还有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 呼吁各国在伊朗提炼的浓缩又 突破核协议的限制之后 对伊朗要迅速的恢复制裁 而且指责伊朗提升浓缩又浓度的做法 目的只有一个 是什么呢 就是制造核武器 再来关注一下美国加州的地震 加州南部先后在当地之间 周四和周五发生了6.4级 还有7.1级的地震 震中所在是圣贝诺迪诺县 进入到了紧急状态 两次地震的震中央以及附近的地区 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零日以来已经有超过的3000多次余震 加州已经请求联邦政府提供直接的援助 那么紧急服务中心也已经启动了 最高级别的一些措施 周围的像密切与联邦 还有州和地方的救援部门的一些搜救人员都在合作 然后评估这两次地震所带来的整体损失 那么美国地震勘测局也预测说 未来的一个星期之内 还会有受灾地区的地震的可能 那么比如发生一次或多次 七级以上地震的几率是比较小的 大约是3%的可能性 我们再把目光转到欧洲 来关注一下希腊的大选 希腊举行国会大选 民意调查显示 目前在执政的激进左翼联盟将会落败 那调查显示 被视为属于主流政党的在野心民主党 领先民粹政党激进左翼联盟 9到11个百分点 有可能在300个席位的国会当中 能够取得151个到165个之间 那么这个数字是可以单独执政的 现任的总理齐普拉斯领导的激进左翼联盟 是从2015年上台的 但之后违背了要结束紧缩措施的承诺 也接受欧盟和国际货币组织严苛的救援条件 那么希腊去年才结束连续三轮 自从2010年后就开始了救助计划 激进左翼联盟在早前的欧洲议会选举 和地方选举当中都输给了新民主党 促使的齐普拉斯在上个月宣布 提前三个月举行大选 说完了希腊的大选 我们再来看看英国的保守党党魁之争 现在已经进入到最后阶段了 前外相约翰逊在民调当中 大幅领先于对手 就是现在的外相侯俊伟 内政大臣贾伟德也表态会支持约翰逊 英国的传媒说 贾伟德认为在现在的关键时刻 约翰逊是比较好的一个人选 也有民调显示 74%的保守党党员是支持约翰逊的 而侯俊伟只得到了26%的支持率 英国有16万名的保守党党员 他们会通过投票的方式 决定党魁还有首相的人选 那英国广播公司就报道 部分的保守党党员 因为居住以及工作于不同的区域 但同时分别参与到 区内保守党组织的原因 会收到两张选票 那么有知情人士估计呢 过千党员会受到这样的一个影响 那保守党表示说 如果这个党员是投两次票的话 那么就会被逐出党团内部 好 再来关注一下英国 这个是英国最近警方 破获了一个人蛇集团 那么八名被捕的波兰人 在三宗审讯当中 分别被判处了3到11年的监禁 相信至少400人遭受劳役 英国警方在调查的过程当中 历史整整的三年 法庭在当地时间星期五判刑 八名人蛇集团成员罪名 包括像贩卖人口 洗黑钱 以及共谋迫使他人劳役等等 案情透露 人蛇集团在波兰街头 专门诱骗弱势年轻男女 以及年长者 讹称会给予他们美好的生活 然后把他们带到 英格兰中部的伯明汉 处理包裹分类 还有采摘洋葱等等的劳役工作 每人每周领取10英镑工资 但是估计人蛇集团 已经从中获取了200万英镑的利益 受害人则是长期的受到监控 甚至部分人在这期间会死亡 传媒形容 这是英国以及整个欧洲 最大一宗的现代奴隶的 这个贩运的一个罪行 好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那在俄罗斯这起潜水艇的火灾事件 我们知道俄罗斯的一艘深海的潜航器 日前起火导致14名的官兵死亡 那么近日他们已经全部下葬了 葬礼是在圣彼得堡的 一个著名的墓园所进行的 现场的安保非常严密 而且闸外也有宪兵把守 目的是不准许传媒的采访 这艘核动力深海潜航器 是在这个月的1号 在巴伦之海的海底 要执行科研任务的时候起火的 14名官兵主要是因为 吸入到了有毒的这个农渊之后丧生 那么总统普京呢 日前向死者追授他们 俄罗斯英雄的称号 以及勇气勋章 当局说是因为电池舱起火 所导致惨剧的 但是现在细节呢 并没有全面公开 当地的传媒报道 14名死者下葬的位置 都是在墓园内的 库尔斯克号死者纪念碑的附近 而库尔斯克号的核潜艇 是在2000年 在巴伦之海爆炸沉没的 当时造成了118人的死亡 好 以上为大家带来的 就是今天这一时间段的国际新闻 那么稍事休息之后 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到另外一个 从周末到现在一起广受关注的 来自于中国的一个维系儿童世界 好的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们在接下来的六七分钟时间里 抓紧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 在中国新城集团的原董事长 王振华涉嫌猥亵女童的事件 事件的情况 我觉得可能不需要我做太多的说明了 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 那目前他是被刑拘 也是持续的引发公众的关注 那今天我想和大家说到的呢 是在这个事情的背后 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在现在社会当中 这一类犯罪分子的一些心理的情况 而在刑划上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为什么会说这个呢 因为最近看了一个 犯罪经济学专家的说法 他和我们以前的一切 对于犯罪分子 在做一些违法的行为的时候的 一些表述是不一样的 通常我们怎么说 我们说一个罪犯 他从事这种犯罪的行为 会认为他可能是有心理的问题 比如说像315恐袭事件发生了之后 按照常规 法庭上是会要求对他进行 心理的一些评估的 如果说他真的是有什么心理问题的话 甚至是可以免于刑狱之灾的 但其实这样的说法我觉得是不公平的 就像是这位犯罪经济学的专家所说到的一样 他说任何一个罪犯和普通人都是一样的 甚至他们是更加理智的一个人 就像我们说这次案件当中的王振华一样 他本身是一个控股千亿集团的一个公司的董事长 他是在福布斯的排行榜上 一百多位的一个人士 他无论从拿地建房还是猥亵女孩 这些对于他来说都是一个理性的做法 他之所以这么敢选择 就是因为他自己内心做过衡量 当犯罪成本不够大 或者说惩罚力度不大的时候 他根本就不用担心他所要面对的事情 只是他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 当然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我觉得有可能很多背后之前发生的 整个这样的一个猥亵链当中 比如周某给他介绍 或者以前有没有 很多可能都是我们没有看到的 这只是冰山的一角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要说到这个话题 说犯罪分子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 这位经济学家他是以此观点 获得了诺贝尔的经济学奖的 他说犯罪本身就是一个经济活动 人类社会当中存在一个犯罪的市场 普通人和违法者没有区别 他们不是什么特殊的非理智的行为 不管是犯罪还是守法 他都是一个理智的选择 他能够拿地能够卖房能够猥亵女童 都是他自我利益的一个最大化 不存在不理智 你想如果他不理智的话 他不可能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控股集团的董事长 他只是估量自己的犯罪收益和成本 在没有什么成本的情况下 他就敢去做 所以这就带给我们一个思考 这一类的事情是不是真的犯罪成本太小了 所以导致很多事情在不断的发生 特别是在中国 因为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 一些中国传统的观念 或者说是一些刑罚上本身存在的问题 所以使得大家没有办法去对他们进行更深一步的一些制裁 每次爆发了这种儿童被性侵的事件之后 我觉得在网上去看 网友们都渴求加大对罪罚的什么 罪犯的这种惩处力度 枪毙啊 阉割啊 无期徒刑啊 呼声特别高 但是 但是我们知道很多时候 真的是只能 只能是表达我们的那种不满 我们对于罪犯 我们可以用坏人来称呼他们 甚至是穷凶极恶的 我们称他们为变态人渣等等 但是 我们从法律的角度来说 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很多 所以我今天用最短的时间里和大家讲到的就是说 韩国 韩国的一个熔炉法 这是一个经典的案例 就是我们社会当中的网友们如何通过自己的呐喊 通过自己的方式 可以改变我们这个国家的法律的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 和大家一起来说一下 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电影 没有看过的人 我和你介绍一下 这个电影叫做熔炉 我基本上是每看一次就会非常激动 然后很伤心的一部电影 他讲的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改编的 事情发生在05年韩国 韩国有一个私立的一个听障学校 有一个年轻的老师 他去了这个学校之后 是孔右眼的 他就发现这个学校非常的奇怪 有很多的事情 后来他慢慢一步一步 就发现了这个学校当中有问题 从2000年开始 在这住宿的那些听障生 也就是听得有障碍的学生 他们都是一直被施暴和被性侵的 受害的孩子啊 这个年龄范围是从7岁到20岁都有 所以这件事情爆发出来之后 引起了韩国社会的巨大不满 但是进入到司法程序之后 却没有办法改变太多 为什么 因为韩国的这个相关的法律 是本身有很大的一些漏洞的 当时这个事件当中的校长啊 总务主任啊 都是因为没有前科 而且因为和被害人的这些家属 达成了协议 括号 这个协议是使用公款达成的协议 所以最后都被判这种缓刑获释 所以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在韩国的社会上引起非常大的不满 但没办法 法律就是这样 于是在2008年的时候 韩国女作家孔永之 就把这个事情改编成一个小说 叫做《熔炉》 在网络上点击超过了1600万次 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那么到2011年 这个小说就被拍成了同名的电影 搬到了大屏幕上 这个电影《熔炉》演了之后 让所有的人都感受到了 被侵害女童的那种绝望无助和恐惧 以及对他们长大之后 未来身心当中 无法愈合的这种心理的创伤 我即便说到现在都会想起 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的那种感受 是非常痛苦和难受和愤怒的 所以韩国最好的一点在哪呢 就是韩国有一个机制 就是他们的电影是分级 但是电影在审查过程当中呢 是没有要求的 也就是说韩国的电影 想拍什么都可以 他们不存在广电总局不允许拍 或者这一类题材不允许设计的情况 那么导致的结果就是 人民能看到很多反映 社会现象的一些题材的电影 所以韩国有两种 要不然就是那种 非常虚假的童话的偶像剧 还有一种就是真的能够体现 社会很可怕的黑暗面的电影 《熔炉》就是这样一部电影 那么这部电影播出之后呢 就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 这个时候社会舆论就达到 一个非常高的情况 在电影拍摄放映第67天之后呢 上映第六天 当地的警方就成立了一个专案小组 要专门来办这件事情 后来在电影上映的第37天 韩国的国会当中 以高票通过 207票通过 一票弃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就通过了性侵害的防止修正案 我们说在此之前 他们有一个这个法律过往的 一个既往不咎的情况 那么对很多相关的一些人 都没有办法真正的进行严惩 虽然这个事件之后 没有办法对熔炉当中实际说到的人进行惩罚 可是就像我们所说的 正义虽然会迟到 但是总好过不来 所以熔炉这部电影播出之后 真的是给当地的民众 和给整个韩国社会带来了一个非常光明和正的一理念 那我之所以从王振华的事件讲到这个 其实中国现在在相关的一些性侵案件的一些法律当中 也是存在问题的 比如他是定罪是猥亵 而并不是说是强奸或者强奸幼女等等 这样的一些罪名的不同 大家也知道 在法律当中所惩罚的级别是不一样的 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讲更多 我只想用这部电影当中的最后一句话来结束我们的节目 这部电影当中最后一句话说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 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